今天啊,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 开心的炼字布 有一天我在坐高铁 然后有一个粉丝呢 他就送了我一个小礼物 我打开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炼字布 可能我觉得我在剧里的给大家有一种错觉 就是江城这个人写字肯定很好看 但我本人的字体是比较 比较偏向于小学生 然后就总是遭到嘲讽 看到这个炼字布的时候 我挺开心的 然后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情 还有那么一点点小羞耻 好了,我的故事就分享到这